设计师来讲的话 更重要的除了细腻度 还要很会掌控预算这件事情 到底这整场预算在哪里 基础工程的部分 我们抓大概将近90万左右 看不到的地方大概占三分之一 看得到的地方 这样算起来不到200万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从影视当中学到的是 布式性的铺层 起层传合概念 空间来讲 希望是有布式跟情感的延续 结合一些台湾传统的素材 不光只是美而已 这个家是更有温度的 你对于家的想象是什么呢 有很多人说 我的家想要像戏剧一般 很美丽梦幻又有feel 这一位设计师 他是从影视美术 跨足到室内设计 一起来看看 他怎么把荧幕上的奇思妙想 转化成独一无二的居家设计 一进到这个空间呢 好像是偶像剧的场景 很有玩性也更有秀感 他的背景是什么啊 其实他是一个老无翻新的案子 大概是八年左右 是一对很可爱的夫妻 他的居住空间是三房两地的 后来把它改成是二加一的概念 老无翻新呢 其实有的时候蛮头痛的 因为他有好多细节要兼顾 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头痛的地方 这个空间其实对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他这个结构量 他好低哦 对 他会让每个空间的压迫感太重 打破压迫感跟僵局的对我的概念是 我们尽量用弧线 不管是天花板还有硅底 我们都用弧线去做一个诠释 大鸟可能用一个木银 做一个仔细的包覆 人工领域更容易提高 听到老无翻新呢 其实我眉头就一皱了 因为我知道老无翻新造价都不菲耶 设计师来讲的话更重要的除了细腻度 还要很会掌控预算这件事情 我可以先破个题吗 到底这整场预算在哪里 我们预算控制在两百八十万左右 基础工程的部分我们抓大概将近九十万左右 看不到的地方大概占三分之一 看得到的地方这样算起来不到两百万耶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们有自己的团队和木做工厂 经过很多很多细腻的一些使用 什么地方该花钱什么地方不该花钱 例如厨房做一个局部换新的动作条件 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台面 容易黄跟有污漬 换成一个新的人造式台面 筒身跟即将做了一些元素 做一个搭配上的调整 就可以完全的融入一体 跟全新的一样 电视墙这个部分 其实是你花了最多工夫的地方 不过呢 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展示墙 电视呢 工领域的部分 电视墙是我们视觉主体最重要的一块 叶祖花本身也有收藏乌克利液的习惯 柜底大部分是两正的领寸 电视墙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投影肤木 本地投影机的机身 藏在电视柜正中间这个区块 投射下来的一个距离跟空间感是精算过的 我们没有制作任何的台面 就是怕投影切到两脚 身后呢 刚才说二加一宝嘛 我觉得这个空间呢 算是进来主视觉的亮点 这一对夫妻 需要独立的工作空间 所以他们希望一个人 一个大电脑工作桌 他们希望工作环境 像咖啡丁 非常的舒适 让我们心情做一个沉淀 进到私领域了哦 主卧的部分你怎么帮他们规划 我们设计美学其实比例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块 对 主卧室来讲的话 床其实不只是双人床 它比一般的Teen Size来得更大 比例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它不要做得太防震 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狭长感 更虚化它整个空间感 和一个更衣式 缺点是它没有一个透光性 借用一些玻璃花砖 将主卧室的灯光投射在地面 让它多一些的氛围 今天看到这个空间 给我感觉好不一样哦 跟总监本身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早期我是从美术 平视美术开始 那我也是从最早期的 木工学徒开始做起 木工学徒开始做起 到现在 你有自己的木做工厂 现场很高难度的曲面 圆形的天花 都是你们的木做工厂做的 是 能在现场制作的木工 我们就在现场制作 木工工厂里面 我们可以制作一些 比较精密技术的东西 我希望木工跟系统会 做一个完美的结果 课图各方面的技术 将美好的事给观众 轰尼 高品质制造箱直够 直接点 多样风格 直接点 直够居家好物 轰尼直接点 轰尼合一家居 有装修需求 该如何规划预算 无论是全市装修 局部装修 还是轻装修 都可以轻松 在现估算